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来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在今天单元当中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现在在科技的时代之下 大家其实要接收讯息非常的方便 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万能的载具 也就是手机 在手机当中所有的程式 所有的APP 真的都可以帮大家来接收 发送非常多不同的一个讯息 还有在上面的社群平台 现在也是五花八门 但是面对到那么大量的资讯 我们真的有必要一一的都把它检视完 或者是我们看到了上面的讯息 我们要如何去做分辨 那如果我们有一天没有办法再看到这些讯息 是不是大家也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焦虑呢 这可能是大家都会有的一个文明病的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有没有需要那么大量的一个讯息呢 在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神的导师在多聊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紫容你好 集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在前几天呢 就在办公室呢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就是呢有同事忘记带手机出门了 因为现在我真的大家在手机里面会放了讯息非常的多 像是我们一般嘛 就最常用的像是通讯软体啊 LINE啊或者是脸书啊 或者是各种社群平台 其实呢在上面有的是可以一网打尽 但是呢 这个手机没带好像呢就失去了自己另外一个分身 虽然说呢在办公室的电脑也可以做到了部分的事情啦 但是好像没有手机在手上就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焦虑 然后呢我在身旁其实有蛮多的同事啊 或者是朋友都会不断的去回讯息或者是看到了在通讯软体当中有一个小红点 有一个讯息出现 就会马上把它按掉或者是把它拿打开来看说 到底是谁找我有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真的很怕会漏掉任何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消息 是不是现在大家都有点这样子一个讯息焦虑的一个状况呢 导师 像这个就是游戏规则的问题 我们3C产品盛行啊 所以现在不管是什么年龄 小学生还是90岁100岁的前辈们都在看手机啊 没有人不在看手机的对吧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游戏规则的问题 就好像刚刚子宏说 有人找谁啊 他利用手机 那就变成大家一个默契 以前是用电话 现在肯定用手机找了 对不对 那手机是不是可以为我们带来方便呢 的确 它有很多的这个管线啊 方向 可以让我们去满足 在哪一个层面上面需要去做的事情 或者是找的资料啊 什么样的话题 当然了 就说人家说那水能在周亦能复周 那么手机现在给我们这么样的一个很庞大的资料库哦 让我们去找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但是有时候有没有发现你进到手机里面 你本来要找一个资料 本来要找A的 后来最后搞了两个小时 没有找到A找到Z的 有可能 然后大家也觉得 好像一下子就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资料库实在太丰富了 你也没办法抗拒的就是一个看一个一个看一个看到 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两个小时过去都不知道 但是这一两个小时你里面所看到的东西 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呢 还是 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这就耐人寻味了 那么也有可能在手机上看到一些东西 是让自己不高兴的啊 或者是让自己想起自己的悲伤啊 或者是什么样什么样的 总是有利有弊 那这个时候我想我们是 我们自己的主人也是我们手机的主人 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为自己来保护自己 就很重要了 嗯 没错 因为真的我们常常都会 像是刚才导师所说的就是 比如说你要上网找一个A的讯息 但是呢就发现 旁边推荐给你的 不管是文章啊 或者是影片 好像还蛮吸引人的 因为他就放在旁边 你想说就顺手点下去 然后就看了这个影片 好像很有趣哦 然后旁边呢就会不断的推荐其他的一些连结 然后就会一直一直点下去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哇 我不是明明要找A吗 怎么现在已经在其他的地方了 然后才一晃神过来就发现 哇 自己又花了好多的时间 在浏览其他的一个讯息上面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也是需要自制力的一种 蛮重要的一种练习耶 对 所以我经常说啊 你现在这一刻生活的近呢 就是目前呢 努力的这个阶段性成绩单 好比说我们利用手机 也许可以让我们为明天的会议 找到很多的资料 让我们明天在会议里面呢 全部的人都是目光在你身上 觉得哇 有准备 是不是 那也有可能 你因为找手机 所以把整个晚上的时间呢 都浪费掉了 对 那么第二天呢 去开会的时候呢 一问三不知 也有可能 所以同样是一个手机 为我们带来幸福呢 还是带来灾害呢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驾驭 所以什么东西都有好 也有坏 这个你说火能够让我们煮饭 火也可能会让我们误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要有一个 基本的一种sense 所以在体型动念也好 在很多的决定也好 或者是在这种滴答滴答的 一秒一秒的过去 这个时间的这个推进也好 我们是不是都能够给自己一个 足够的自我约束力 来提醒自己 真正这个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找的是什么 你要成长的是什么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错 真的就是要自我约束 我觉得这个就是 大家现在在一个资讯 爆发的一个时代之下 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个练习 因为你就发现了 哇这个网络的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 然后呢在资料的搜集上面呢 又可以更加的方便和广阔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 真的就会这样子 一直不断不断的一个连接下去 不过真的在我的身旁 有蛮多的朋友 或者是同学们 都还蛮算是资讯成瘾的 他们就会一直不断的挂在网络上面 尤其是现在嘛 在台湾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社群平台 包含像是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 甚至有其他的Twitter等等的 现在呢可以看到了 各式各样讯息的管道真的太多 但是呢发现 诶我身旁就有一群人 就是呢 只要可能偶尔PO个什么文 他就会秒按赞 好像呢就觉得 哇第一时间就可以追踪 follow到你 好像呢真的生怕漏掉任何的一个讯息 然后我常常就会问说 诶你怎么那么快就回了 然后那么快就按赞 他就说对啊 就是上网 然后刚好看到了 就很怕错失掉任何的消息 然后好像按赞 或者是按这个不同的符号 就是感觉是那种月 就是我看过了 是不是真的在身旁有太多人 真的就是很怕漏掉了任何一条讯息 那但是我们真的有需要那么多 那么多不同的一个资讯吗 导师 这就是我们刚刚才讲的 就是大家要当自己的主人 来看看究竟因为讯息的丰富而成长呢 还是因为讯息的丰富让我们生活反而倒退 反而很多东西该做的没做 这个很多东西本来应该是好吃的 后来真正的随着时间的洗礼之后 再回头看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想自治历程很重要 然后一个人的这个勤奋 上进 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很重要 那有人说 哎呀我就白天上班这么累 我找资料 我随便看一下不行吗 那当然是可以啊 只是说你要把这个时间怎么分配 这很重要 那就像有些小朋友打电动 对不对 这打着打着打着就很多事情没做了 那后面给自己带来的损失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没有办法预期 的一种可能性的麻烦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要未雨绸缪 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呢 其实也是一个智慧的考验 对 有些人说哎呀我现在好疯什么东西 我就疯了半天 没有给自己加任何一分 刚好还扣几分 那有些人他是很有智慧的 他知道怎么样在这么样的资料库里面 找到他可能因此而成长的 或者是给自己更多的心安啊 给自己更多可能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 的一个筹码 那我想这个真的现在就好像 就随便你要怎么样把一盘菜炒好 或者炒坏 就看你自己要怎么样来斟酌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呢 谁说成功与否是都是因为别人 我想这就比较不客观了 现在的成功与否应该都是要看个人 自己是如何的抉择 我想这个是重点 嗯没错 因为刚才导师一直提到了 包含像是自我约束 或者是自制力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重点呢也是要认清 哎到底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要更加的认识自己 才不会呢流失在这样子一个 那么庞大一个资讯当中哦 上次我就突然想起来 我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是读传播科系的 那因为传播的面向很广嘛 那网络平台一个社群 其实也是其中之一 那在大一的时候 老师就出了一个功课给我们 就是呢 叫我们要挑选一个 不同的一个社群 或者是不同的一个界面 或者是平台 要做这个资讯的界段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一个礼拜 不去使用这样子一个软体 哇其实就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练习 尤其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最疯的就是脸书了 那时候脸书呢 在台湾才刚开始流行呢 那每个人呢 都会想要有更多的好友嘛 或者是加入了更多的 一个社团当中 然后跟彼此分享生活啊 或者是聊天等等的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选择了也是界段脸书 让老师呢 叫我们每天要写一个日记 就想说 第一天开始界段的这个心得是如何 那刚开始 大家其实都是还蛮不习惯的 因为真的很多的讯息 或者甚至有时候 上课的资料也都会放在上面 那如果呢 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平台 我们要如何透过了其他的方法 来得到了这样的联系 或者是管道 那发现了 在可能第一二天 是有点不习惯 非常非常的困扰 但是可能到了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就发现了 哇 其实呢 没有这样子那么大量的资料搜集 或者是脸书上面 大家的生活讯息 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所以呢 就发现了这个社群的这个问题哦 真的可以自己想一想啦 自己需要汲取到什么样的一个资讯 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就是要如何在认识自己之后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大家也不妨做一下这样子的练习 来可以透过了不同的一个平台 来自我训练自己的自制力 或者是认识自己的能力 也倒是 是 所以 我们到了这个手机上啊 其实你看有多少主题都可以相连 这好像是 每一次你要去按一个界面 就好像去一个旅程 有没有 然后从这个旅程里面呢 收获呢 还是什么 或者是有 relax到啊 还是因此而又更多加的忧虑啊 或者是 是不是看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座右鸣 而受用一身呢 所以每一次的这个按下去啊 其实一般人也没有觉得 但是在一段时日回来看呢 究竟啊 从这个手机里面得到的营养养分有多少 对 那当然很多人说 我们每一天啊 这个也没办法选择 有时候是朋友给的 或者是什么呢 我们就上去看了 对不对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讯息啊 传来传去的 有时候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 大家这个约好时间要做什么 好像也是 不是主动就是被动 嗯 那么我想啊 就是好 就好像一个班级里面啊 学生有那么多 那么大家都在努力读书 努力读书 但是读到一阵子之后呢 就会考试了 那么生活境里面啊 那么你运用了多少的这个 以前我们是说教科书啊 其实现在在网路里面有很多的资讯呢 其实这些都是 有些是非常宝贵的 有些它是为言耸听的 对吧 有些可能是一个读 放出来让你一发不可收拾的 那这个时候 每一个人 他的抉择 后面所产生的对应 对于今生的人生来讲 其实这里面 蛮有文章的 如果大家好好去思考这方面 不光是 我们经常在说 哎呀我们的小孩啊 或什么我们的就身边的人啊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只是有时候太忙了 没想到这一点 那么这些东西呢 现在既然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把它来做一个彻底的这个厘清 规划 那么可能的一个生活融入的一个设计啊 然后让自己真的就在这个 三西和我们链接在一起的这样的日子里面呢 我们是真正的赢家 也是受益者 我想这个比较重要 对也要如何呢 自己来掌握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讯息 而不会被网络上面这些 可能流言蜚语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八卦消息所困扰者 其实在当中呢 要辨识或者是要如何读懂这些讯息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不过呢 在现在的世代之下 因为讯息太多了 加上了社群平台大爆发 其实也衍生出来了蛮多的一个问题 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生活过得很好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不太开心 大家是不是也是因为着 这样子一个社群平台的活络 导致着自己呢 反而是处于一种忧郁 或者是一个不安的情绪当中呢 到底我们面对到了 那么庞大的一些资料 不同的一些网络资讯 我们要如何去做整理 还有我们自己要如何去做洗手呢 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轻松》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待会儿再回到 不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圣德导师 来为大家做提点 最为轻松 最为轻松 当你能想通 生命就轻松 幸福生活中 这秘密遥动 从今以后 真的会轻松 生日岁月 每样可提都以后 即早有准备 万事恒同 快乐总有 过力万从 趁心如意 总成声好轻松 心有交代 才会轻松 孤鸣鸣路随之相从 没梦 才能无穷 轻松 好事 一通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 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百问 继续再回来 每周六中午11点钟 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透过了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话题 来跟大家来谈谈 今天的主题就是 资讯焦虑了 其实现在 在网路上面 真的是无奇不有 现在在网路上面 可以看到的 不管是文章 或者是影音的讯息 真的有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每天 都会收到了 大量的资讯 还有讯息 像是在摄取平台 又非常发达之下 我们也会看到了 别人的生活动态 但是看到了 每一个人 好像都过得 非常的惬意 不管是退休的族群 就是游山玩水 或者是上班族 就大富大贵 然后学生族群 可能也过着 非常满足的一个生活 但是大家只看到了 这些照片图片 上面的光鲜亮丽 但是背后所隐藏的 这些讯息 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真实生活 到底是不是 如社群平台上面的 那么美丽呢 这个真的要让大家 多多的想一想了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 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导师好 如荣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像是我自己也有一段时间 就是觉得有一点点自卑 因为觉得好像自己 好像一事无成 因为看到了 不管是同学啊 同事的脸书上面 过的生活 都是非常的丰富精彩 可能今天又去哪里 吃了餐厅啊 或者是去哪里露营啊 跟朋友出去玩 好像呢 都是过着非常快乐 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活 但相较于自己的一个单纯生活 比起来就觉得好像呢 真的自己空虚了许多 然后呢 看着看着 反而会让自己 好像呢 就不太开心了 因为就会有这样子 一个比较心态嘛 然后就觉得说 哇 自己怎么那么一事无成呢 然后就开始检讨起自己 其实现在呢 在这个时代之下 也有非常多人 不管是我们上班族 或者是年轻的小朋友 看到了非常多的 网美网红 他们的丰富资讯 或者是呢 很多的大哥大姐们 退休族群之间 可能也会透过了社群 来做比较 诶 这个是不是 也有一点点算是 迷失在这样子一个 大量的资讯海当中了呢 导师 刚刚子荣说呢 看到有些人 po上去 什么美景啊 什么好菜啊 让自己觉得 哎呀 怎么自己这么平凡 这么平淡 对 但是有没有想过 有些这个 好景 这个佳肴 搞不好是刷了多少 快乐地卡 才换来的 也是 照了那么一张照片 但是这个后面 可能已经 在足高台 没有人知道 那只是他这个 照片出来比较吸引人的 其中的那么一点味道 让你觉得 哎呀 你跟他的一个对比差 对 所以这有时候 好 就说 现在的网路呢 很多东西 他在 那个当下 的那个moment 是美的 是好的 呃 是让人家羡慕的 对 但是 整体里面的故事 没有人清楚 那有些人的确是很幸福 嗯 那有些人他是 可能的一个塑造 然后可能 故意在网路上面的一个 夸大 对 那么 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 没有相当的清楚 有一个把握 到底怎么样 才是真正的生活 幸福与否 那当然咯 就会像子龙说 有时候看到 呃 这个朋友A 好 是长这样 朋友B 是长那样 但是子龙 也 你搞不好 是最幸福那个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 呃 心事啊 或者是 怎么样的一个 负债啊 或者是怎么样 对不对 嗯 但是现在的时代 好 爆炸性的这种 不管是知识啊 呃 或者是 当时那个人 显现出来 他的记遇啊 哦 到底他的真伪如何 这就令人 应该要百思啊 是不是耐人寻味 就好像有些 这个网红 在这个 手机的荧幕前面 嗯 呃 秀出来的 是那么样的 娇美 哦 动人 对 但是不是有很多的 这个 报道 其实后面可能是 这个 屏幕的变换 嗯 可能对方 在演出的同时 可能还是个男生 都说不一定 哦 也有可能 那现在的科技 对不对 对 它可以让你觉得 哇哦 好 那么多的惊讶 对方的惊叹剧 嗯 但是到底什么是真 那 我们不是经常听过这个 不是以前的一个歌词 平平淡淡才是真吗 嗯 那到底是怎么样 好 拿捏住一个真正的一个尺寸 嗯 哦 让自己看到自己的生活 是 好 因为 手机的 好 进步 嗯 而让我们更加的丰富 还是我们每天被手机的这个画面呢 让我们有所压力 好 或者有所这个 可能失望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东西呢 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来看 啊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是让我们好 一加一大于二 嗯 那么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不注意的时间里 它是让我们在这个能量场 好 是一个 泄下去啊 像个泄泄皮球的一个知识的接触啊 或者是一个资讯的接触 而让我们好 影响了自己的家庭啊 或者是工作啊 或其他的各种可能性 所以这都还是要我们自己把关 嗯 非常重要的 没错 因为真的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就是在我们上面真的是真是假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可能那一张照片一个影片出来 感觉呢 好像是真的 我们都说眼见为凭嘛 但是看到了这个照片 甚至是看到了影片 动态的影片 但有的时候呢 这个造假的几率也是有的 所以其实在网络上面啊 哇 这个信息啊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追踪 其实我们真的要更加的一些明辨是非了 所以其实在网络上面那么大量不同的一个讯息当中 我们如何呢 取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有着好的一个正面提升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困难 但其实我觉得网络其实在另外一方面来说 虽然说呢 有非常多的一个隐藏的讯息 或者是不是那么真实的生活 但其实呢 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方便 还有一个同盘可以去了解到的一个地方 像是呢 在我们的网络上面 真的就有非常大量的这个空间 可以放了不管是影音的讯息啊 或者一些文字的一个资料 当然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善加利用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好的讯息放在同一个地方 像是呢 其实我们在天元文化的官网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官网上面 其实也就放了非常多大量的一个讯息 而且呢 是透过了好多年不同的一些 活动啊 或者是透过了不同的学员分享 把这些的 不管是文字 或者是影音的讯息 都放在上面 其实呢 很多人在接触到了我们超码之后 第一时间上网去看 才发现了 哇 这样子一个讯息是之前 不管怎么翻脸书啊 或者是翻其他资讯 可能都没有看到的 但是呢 就发现 这个讯息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讯息 所以其实这个一体两面的这个网络世界 也要看大家如何去运用和如何去善用呀 是 所以我经常来讲呢 就是说 一下子要做实验 真正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以后 再来品味一下 究竟什么东西是来成我们好事的 什么东西是真的是让我们可能这个心智会乱的 那就好像现在我们的听众 借由手机 电脑在听我们的扶到你家 对不对 那么从这里面呢 可能有的时候听到一两句话 对于我们来讲 是有莫大的帮助 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说不一定 对 或者是呢 上到我们的这个APP 超义生日码的APP 官网上 哎 听到了我们天元的歌曲 天元音乐 这怎么样的多年来的这个努力啊 对 听到这歌怎么这么好听 上那间把这个多年想不通的 放不下的 上那间他就觉得释怀了 对 那我觉得这也就是好事 那至于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的法宝 可以让我们来感受着运用着 我想这就是 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 因为现在很难说 因为现在有些人他听到 或看到他不喜欢的时候 他可能就要把你好好的批评一顿 对 或者甚至于 用他自己的语言 或者是怎么样呢 做他爱做的事 但是这个就是 现今的网络文化 就是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那真的是 如这个人说的这么好 还能说的这么坏 那我想这些东西呢 都还是自己的智慧 那我想我们这么多年来 光是一个我们这个听员的音乐 就已经让无数的人 开启他的心扉 感受着音域里面的一些感受与意义 很多人都释怀 在过去多少年之间 不曾想通的 或者是很多一些主题啊 一直在repeat发生的问题的 他就听了我们听员音乐 发现好像有点帮助 继续听着听着 好像有些人觉得 每天都必须要听一听 我想这就是在网络上找到了 一个宝库 对不对 那如果能够帮助我们真的成长 真的是心态可以调整的 那我想这就是一个投缘哦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怎么找 怎么找 找个半天都不对 那可能就要远离了 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面 来保护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在网络上就要智慧了 因为现在好东西 他们可以说坏的 坏东西他们可以说好的 对不对 那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要用自己的大智慧 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嗯没错 其实就是总结啦 在网络上面真的资料非常的多 那有真有假 有好有坏 就看大家如何分辨所需 然后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这个宝库了 就像呢 刚才导师也说 其实我们在田园文化这边 真的在多年的时间之下 帮大家累积到了大量的 这个不同的好的一个讯息 不管是田园的音乐 在当中有非常多感动人心的歌曲 或者在当中呢 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影音讯息 甚至呢 在最近呢 我们也推出了福到你家的一个官方网站 把我们每周的一个资料 或者是每周的一个主题 都把它放在上面 可以让大家呢 可以看看文字 然后呢 点选音档 让我们来听听 大家不同的这些访问 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透过了不同的单元 也带给大家呢 很多很多不同的讯息 那欢迎大家呢 也可以上网搜寻福到你家的官方网站 里面也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而另外呢 当然如果大家也想要更加了解了天元文化 或者是超级生命密码的话 都可以上网搜寻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另外呢 也有脸书粉丝团 那刚才导师也说了 我们其实在手机当中 不管是iOS系统 或者是安卓的系统 我们都有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的手机APP 在这APP当中都是极大成哦 不管呢 是有好听的音乐作品 或者是一些活动讯息 还有一些嘴型消息 都帮大家搜罗 在这个APP当中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在手机当中 下载了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的手机APP咯 那当然除了网络的世界之外 在实体的活动方面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都会有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当中 会邀请到了所有的朋友们 一起来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 所著作出版的书籍 而另外也有学员朋友们 彼此分享的时间 不过因为我们的精英会 在各个地方的时间 地点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 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了最近 或者是大家最适合上课的 精英会时间地点 又或者是 大家想要来拨打电话 做询问 或者是做查询的话 大家也可以先把这一支电话 先抄写起来 然后在我们的一般上班时间 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做询问 台北的电话是 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 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 透过了不同的方式 在网上面呢 找到这个好的讯息了 那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 手机APP当中 都有非常多 良善的一个讯息 正面的智慧提升 就邀请大家呢 一起一起来做学习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再度的感谢 太阳升德导师 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这些提点和建言 谢谢导师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 再次感恩 太阳升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我觉得这个议题呢 真的很值得 大家来深思熟虑哦 因为除了像是年轻人 还有着上班族 可能手机不离声之外 其实现在呢 很多的大哥大姐们 手机也是蓝屌屌哦 那在那么多的 一个讯息之下 我们如何找到 我们需要的 或者是真正重要的 其实就非常非常的 需要智慧哦 所以呢 就在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了太阳升德导师 来为大家做 这样子一个提点咯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 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了平台 来搜寻福到你家的 Podcast节目 来搜寻到了我们先前 所跟大家分享的 不同节目内容 而另外在每周六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我们都会在脸书 还有YouTube频道当中 有着因为你的影音节目 音是音乐的音 也欢迎大家 在晚上的八点钟 一起加入其中 在当中呢会有短分享的时间 还有非常多的 好听歌曲演唱 就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咯 而在今天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升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 还有演唱的 点亮降向 在音乐之后呢 就要先跟大家 说声再会咯 在下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演作破世界吉祥 盘三千十方无彩阳 只要你我有心 就会不一样 值得细细思量 是成为江湘 好当三岗无常 圆满名阳 来成真 梦梦乡 迎着光 一步步走四方 也为阳影头赶上 等着太阳去闯 来圆满盼望 迎着风一天天更坚强 夜太亮燃上 心仰 点亮 生命宝藏 宝藏 一声声中香 一次次的启航 一幕幕无悔的奔忙 优优秀 离海阳 我们已有心 入阳 芝叩 一声声投入 至 torn ires 百花子 一声损 超约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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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花也绽放 开枕大刀抗撞 点亮江湘做东凉 做东凉 点亮江湘 江湘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